政治消息来关心 总统蔡英文拼连任 组织战动起来 今天上午出席 全国护理师后援会 成立大会 要抢攻医护的票员 现场是尖叫声四起 让总统笑着说 原来护理师也是会尖叫的 引发台下一片笑声 而现在的选举行程呢 副手到底会不会是 赖清德也备受关注 据了解 两个人礼拜二的时候 已经碰面了 而且蔡总统是当面表达 希望两人有合作的可能 当时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陪同 但这场会面非常的低调 陈菊被媒体问到时 也急忙否认 有居中牵线所谓的蔡赖会 但是昨天的全代会上 总统致辞时 特别提到了赖清德 强调他在选战当中 会一起并肩作战 也似乎透露着 两人的关系逐渐好转 护理界 林晓英 护理界 林晓英 现场加油声不断 护理界受资帮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成立全国性后援会 总统感受到满满热情 奇怪 你们是我在医院里看到的 不一样的护理师 原来护理师会尖叫的 拼连任组织动起来 但是要跟谁搭配一起冲 还是关注焦点 蔡赖配还有没有机会 总统24号南下高雄 跑行程时特地抽空 跟赖清德见面 当时还有陈菊 林喜耀 一位赌派大佬 还有赖清德的友人在场 一共六人相当低调 总统跟赖清德说声辛苦 感谢初选之后支持他 也提到希望两人合作 赖清德则说 如果需要帮忙会尽全力 这是初选过后 首次的蔡赖会 是赖院长跟总统的会面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吗 没有 没有 还没有见过吗 没有啊 怎么里面有很多 都在高雄 没有 这场援助会传出城局 居中牵线 极力促成 但城局低调必谈 但会面之后 插来关系 似乎大有进展 我相信 在选战的队伍中 赖全院长 绝对不会缺席 你靠我们并肩作战 全代会上总统喊话 赖清德会一起并肩作战 赖清德受到党主席 卓荣泰邀请 10月中将到美国 出席各地后院会的造势活动 帮忙总统拉台声势 是帮蔡英文总统普选啊 一方面呢 我要是 因为我有参加初选嘛 那我也必须要去跟乔介 表示最大的感谢 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那当然我也希望 就是整个大选的时候 大家能够踊跃支持 菜来关西真的火速升温吗 随着大选时程逼近 两人的整合迈进一大步 既久相比 五向三太北报道